音乐 十字口巧放不放 辣 校长 校长跳不漂亮 辣 已经成立三年多的校园幸福列车 第81、82车次的列车 2021年1月21号 又在列车长翁荣辉的率领之下 开到嘉义县阿里山乡 海拔1536公尺的十字国小 跟足迹乡奋起湖 海拔1400多公尺的综合国小 列车厂除了在过年前送加菜金之外 这一次又带来美味的章鱼烧跟造型鸡蛋糕 让同学们品尝这些好吃的小点心 老师跟同学们都说 因为住在高海拔偏乡 所以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吃到章鱼烧跟鸡蛋糕 我很开心章鱼烧跟鸡蛋糕可以来我们学校 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吃过章鱼烧跟鸡蛋糕 很开心 校园幸福列车长翁荣辉 原本就在云家地区做挖土鸡工程 事业有了成就之后 翁荣辉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到处行善 经常举办爱心慈善活动 这一次他又跟云林县水林乡民众服务分社理事长林大峰 嘉义县义竹乡 投足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黄荣立 嘉义县田园工厂创新协会总干事许正宪 召集了很多热心公益的地方人士 把幸福列车开到偏乡送爱心物资 还提供美味的摊桑小点心 让偏乡师生感受幸福的好滋味 因为在山上的偏乡学校 比较少出到那个张仪梢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他们从北港 来到我们直期中和国小 来做小点心给我们的中和国小的小朋友 尝试一下 让他们觉得这个学期要结束 让他们有一种幸福满满的感觉 从2018年到现在 幸福列车已经办了82场活动 这一次大家沿着台18线公路 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才来到偏乡小学 十字国小全校20多名师生 还以牧乡鼓队演奏迎兵曲 表示欢迎跟感谢 综合国小校长黄振发 带着师生献上大鼓队 校园幸福列车翁荣辉表示 偏乡小学资源比较少 但是只要努力跟祈福 就一定能够实现梦想功成名就 也希望这份善心跟爱心 能够持续散发到社会每一个角落 记者吴瑞欣 故事生嘉宜报道